全新加推,實動扭黃,難向一線 城市競攻,鴻毛遮擋全部都是中高層單位 無奉連接高鐵站 我們贈送家電大理包一年的物業管理費 在價錢相差無幾的情況下 你是選擇八座還是實座 在正式影片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會為你帶來中山最新的留言資訊 我現在身處的位置就是我們實座的樓下 實座亦是最近爛頭輕舉站的座數 未來實座亦有連接爛爛頭站 到時候不用過中間的馬路 直至可以回到屋苑樓下 目前實座最新加推的情況是怎樣呢 限時加推11-13層 19-23層 27-29層 全部都是中高樓層 我們稍後亦會去到29樓 拍攝一些實景的單位 給各位觀眾朋友 實座的交樓時間是何時呢 交樓時間是2024年6月前 是精裝交貨給我們業主的 而這邊的一個 梯戶比的話 就是5梯17戶的一個戶數 相對於其他戶數來說 實座的戶數 會對比8座、9座 之前那些會少很多 所以實座的價錢 亦都會比我們之前的價錢貴一些 而這邊最新加推的價錢 44平方是去到9000Mbps 其他戶型是去到8700Mbps 這個價錢還要加推 加多 3萬元的一個團購優惠 就是最後的一個成績價錢 我們都事必宜遲 上去29樓 拍攝一些實景單位 給各位觀眾朋友 我現在身處的位置 就是海鴨繽紛城實座的一個實體樓層 29樓 因為它所加推的樓層 全部價錢是統一的 所以我選擇了最高的樓層 拍攝實景 給各位觀眾朋友 我身後的單位 就是40平方的 一房一廳一圍的設計 到時候同樣是精裝好的 我現在來到這裡 所看到的全門都是清水樓的狀態 首先 這個實木門和致命的密碼數 已經裝好了 到時候也是我們的交付標準 在我們門的對面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乾濕分離的一個洗手間 塵箱都是沒有製造的 防水塵都沒有製造的 對面這個位置就是我們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有一個鞋櫃位的 這個位置到時候做一個鞋櫃位 然後這個位置就是我們開放式的 為什麼這裡是開放式的設計呢 因為它已經是清水樓的狀態 到時候交鞋櫃的話 這個中空雙層隔音玻璃是會拆掉的 拆掉之後推翻出去 然後在這個位置就做了我們的一間房間 獨立的房間 到時候是一房的設計來的 這裏所有的一個配置 全部都是中空雙層隔音玻璃 然後可以看看這個非常大的大露台 不過到時候這個露台 大概在這個位置 在攝影師棋棋的位置就做到我們的露台位 然後後面這一大 全部都是我們的房間設計來的 它現在是無批的時候 這些玻璃會拆掉之後 會推出到做到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潮向是一線無遮擋的 潮難的一個潮向 大家可以看到是完全無遮擋 一線難頭黃暴的一個景觀 是非常之好 這個單位的折喉總價 亦都是四十多萬七喉 就可以買到一個高層的單位 和一個無敵的景觀 我現在身處的位置同樣是二十九樓 我身後這個單位就是五十四平方的 兩房的一個設計 我們看看這個景觀和一個佈局 是有什麼不同的 它首先進來之後 這個石墨門和文化鎖是有的 還有對面就是我們乾濕分離的一個洗手間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墓 到時候可以利用好這個墓的位置 它製造一個設定式的鞋櫃也沒問題 我們先看看它這個轉任房的佈局 佈局上說的位置跟我們八座的壺形是差不多的 同樣是這個飄出位置 這個位置同樣是望到我們一線無遮擋的一個城市景觀 現在輯回來之後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餐廳和客廳 在佈局和設計上是一模一樣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到時候這場都是可以預訂的 不過到時候就精裝交付 我們來看看 它這個五十四平方的一個主樓台 是非常大的 因為它這裡還未隔起一間房間 所以它這個大的樓台是去到兩米多的一個闊度的 如果減回之後這邊就會多一個陽光房 同樣可以看到整個蘭頭片區 也是全部無遮擋的 視野方面來說是非常不錯的一個景觀 這一套單位在實座的話 大概就在五十萬 左左右右 如果低一些流程的情況之下 可能去到四十八、四十九萬 都是可以阻擋的 這個單位就是十座 二十九樓、五十四平方的兩房戶型介紹 我現在身處的位置就是我們八座的實體樓層 二十七樓 我亦都選了一個性價比比較高的一個單位 介紹給觀眾朋友 我身後這個同樣是 四十四平方的一個一房一天一圍的設計 這個單位折後的總價大概在四十萬左右有 同樣 這裡是已經精裝好的 大家可以看看 進來之後 我們的右手邊 在這裡 除了座廁還未有整好之外 銀票、銀票、銀票還未有整好 其他的企肉、鏡面全部都已經整好 在門的後面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以及在這裡同樣是預留 做了我們的一個鞋櫃位 鞋櫃位到時候也是一個交付標準 大家可以對比實座的一個44平方的設計 到時候這裡同樣是有一部牆 會建造一部牆 之後這邊還做了一個客廳位 這個設計就做了一房一廳 然後在這個位置可以做一個餐桌 這個位置就是做一個預留的雪櫃的位置 我們看看房間的設計 這個就是我們一房可以擺放一個不動麥克風 是沒有問題的 以及在這裡 將飄窗位已經填平了 推了出去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視野 會有少許遮擋著 以及如果你看到那邊 旁邊的方向走的話 就是沒有遮擋 如果你看到正前方的話 就會被九座有所遮擋了 到時候這個門同樣是我們的交付標準 這個門同樣是採用中空桑層的特音波 飄窗撞到後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露台位 這個露台也能滿足到 我們平時的洗衣機、浪衣服 在這個位置的 露台望車的視野 亦會讓九座有少許遮擋 這個單位就是8座 27樓15戶型的一個44平方的戶型介紹 我現在身處的位置就是我們8座 20樓07戶型 這個戶型的面積就去到 54平方的兩房的 之後的價錢就去到 50萬 左左右右 這個戶型是屬於8座潮白 亡泛 文化中心為數不多的一個 中高樓層的一個單位選擇 我們都話不多說 接下來看這個單位的一個影片 啊 我呢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整個項目已經看完了 我們接下來總結八座和實座之間的區別 首先,實座作為海外奔紛城最新加推的一個助數 它的一個景觀,潮欄的景觀是沒得說的 因為實座的潮欄是一線無遮擋 看回一個城市景觀 無論44 或55 也好,選擇性會較多 而八座這邊所選擇的流程會較少 而且潮北時夜會開闊 潮欄會比九座有遮擋 在價錢方面,八座有少許優勢 因為八座早家推 所以價錢會較便宜 實座的價錢和八座的價錢 相差的幅度大概在1-2 萬元左右 就有這個差距 但是實座可選擇的流程會較高 因為高層潮欄單位亦有得選擇 除此之外,加樓時間亦各不相同 實座交闊時間到2024年6月份 八座交闊時間在今年的年底 所以交闊時間不同 但是有個好處 八座合適合收樓 下面的商場即將運營 實座的話,收完樓後 你即時可以享受樓下所有的儀式住 總之,羅伯清楚的各有所愛 亦有大家的優勢,亦有大家的缺點 如果在叫我選擇的情況下 如果不接住入住或收樓的情況下 對警官方面有要求的一個後朋友 可以選擇實座 如果想早點收樓 想早點入住的話 那就優先考慮八座 因為八座交闊時間 會比十座交闊時間快半年左右 樓沒有十寸十米 但相信一定有最合適你的樓盤 我是熊仔Liu 設計找你帶來中山最新的樓盤資訊